好,下面呢,我们就来看Hymnate基本技术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Hymnate它的工作原理 看一下,我们看这个图,把这个图读一下,读明白了 这是我们写的,我们要自己写的应用程序 这是我们自己要写的应用程序 我们的应用程序,调用了Hymnate提供给我们的API 这个方法呀,它提供我们的那些方法,增相改查的方法 这些方法,实际底层 它操作是通过GBC连接数据库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边执行的方法 什么方法,我给大家这样说 我要插入一条数据,很简单怎么做的 save,我直接save个student 他直接就给你写到数据库里边的 不像我们以前,是不是还得自己写个insert insert的星 这个 insert的星 insert into student 是吧,括弧,什么什么 value4,什么什么,是不是 不用,这些都不用了 我想删除这东西,直接delete student 这个就给它删掉了 但这些操作,底层 实际上,它给你写的sicle一句 它掉了GBC连接的数据库 当然,你能把这个对象 把你类,把你java,类里边这种对象 转换到对对象的操作 转换到数据库里边对数据库表的操作 这个是不是又跟他有一个映射关系啊 而我的这个类名对的是不是这个表啊 我的这个属性对的是不是这个字段呢 所以对有个映射关系 我们专门有一个映射文件 有一个映射文件 这个映射文件,你看叫什么名 这个星啊,是将来要替换的 比如我操作的这个是student 是吧,那这儿这个星就是student.hbm.xml 什么意思啊,怎么俩扩展名 不是俩扩展名,扩展名还是xml 它就表示这是什么 hibnate,注意是hibnate mapping m是mapping,hibnate mapping 不要记错了,很多刚开始学的同学写的是hbm 为什么,它觉得这是hibnate 不是hibnate 也是hibnate mapping 这是映射,这m是mapping 映射啊 那么这是映射文件啊 这映射文件的名字其实也是随意取的 我们说过 只要是名称是随意的 就得注册啊 对不对 那你这个映射文件注册到哪儿 注册到另一个配置文件里面 这个配置文件的名称 是固定死的 那一说是固定死的就说明什么 不用注册 对不对 它就不用注册 它是固定死的 这是我们hibnate的主配置文件 它里面都放些什么东西 除了我们映射文件的位置以外 它里面还放着很重要的内容 就是 你连接数据库 你是不是得有驱动啊 诶 注册到你的驱动 连接数据库 你是不是得有url啊 url 连接你的数据库 你是不是得有用户名密码呀 用户名密码 这个东西 驱动url 用户名密码 这个我称为连接 四要素 数据库的连接四要素 也就是说 我们hibnate的主配置文件里边 除了注册了我的映射文件以外 还进行 我连接四要素的定义 或者声明都行 不管怎么说吧 这里边注册了我的数据库连接四要素 那么我的应用程序 通过hibnate提供给我的 API 就操作了数据库 这就是它的工作原理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O O啊 这里边是不是放你对象啊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R relationship 关系 我们的表是不是都叫关系表啊 我们的数据库 是不是现在学的都叫关系型数据库啊 当然 现在还有什么数据库 还有叫no circle数据库 no circle数据库 什么叫no circle 可不是你理解的没有没有在说的意思啊 它那个no是note only 是no note only 不仅仅是socle note only 那个是非关系型数据库 比如 比较有名的mongodb就是no circle 芒果 mongodb 这就是非关系型数据库 咱俩这些东西啊 慢慢来 是吧 这个慢慢来 工作以后用到了 用到了自己再学学 用到这个东西啊 这是我们说的 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关系型数据库 所以叫o r 这个 是做映射的 是不是 它就是orm了 这是or 这是r 这个就是orm ok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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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